7月17日 中国好声音第四季 终于在浙江卫视开播 相比于在此坐镇导师以的哈林 那应汪峰这三位好声音老脸来说 首次奉献出自己综艺首秀的小鲜肉导师 周杰伦无疑成为蹊径力气 那么刚进身为爸爸的周杰伦 当导师的表现又如何呢 他们说周杰伦是冷蒙段子手 比如一位流浪歌手表示 来好声音是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 一直远离在那应汪峰抢人站的周董 忍不住接来一句 所以你的梦想是想要买很多交代是不是 一语即出 小伙伴们都短暂沉默了 跟不上周董的思维节奏很心塞 其实粉丝们表示 作为一档音乐类节目 好声音显然不能充分发挥周杰伦的冷笑话天赋 虽然好多人都说周杰伦当爸爸之后成熟了 但一直有少女性的周杰伦 免不了露出娇羞本色 一系列娇羞动途 在开播前后就已经强势刷屏 粉丝们甚至为此给他配了主题曲 你是我的小雅小工具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小工具简单的说就是小公主 一张假声假接的叫法 后来逐渐发展成网友对一些男性的称呼 而这类男性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一颗少女心 有一些少女做派但毫无娘娘腔 娱乐圈里第一个承认自己是小工具的便是自称有公主梦的周杰伦 宝贝女儿小周周有这样一个父亲表示压力很大 你怎么没明白呢 她就是为了要通过她接近婚礼 所以她应该要选她的 不是 问题是 小学生就不会让她过啊 你怎么就没想想选张子怡呢 看看张子怡 你怎么没想选张子怡呢